大家好,这里是科技背报,我是龙儿,今天是2月20日,星期一,好吧,我是软妹,又来带班,你懂得废话不多,一起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吗? 今天上午,小米公司宣布将于2月28日下午2点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发布会,届时小米松果处理器将会正式亮相。 从预热海报来看,小米对自家的松果处理器还是心心满满的,目前小米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松果处理器的消息。 传闻中首款松果处理器采用8核A53架构设计,性能略强于高通小龙625,首发机型可能是小米5C,毕竟首次做处理器,雷布斯应该不会拿起舰机当小白鼠吧。 OPPO主攻拍照和快充两大领域,去年他们推出了超级快充技术,今天OPPO官方微博公布消息称他们将于2月27日带来一项新技术,该技术可能与拍照有关。 从宣传主题来看,该技术可能是基于双摄像头的5倍光学变焦,或者是5倍数码变焦画质大幅提升。 目前Mate 9和iPhone 7的双摄都是2倍光学变焦,如果OPPO能实现双摄像头的5倍光学变焦,确实还是值得期待的。 近日外网有人晒出了新机HTC1 X10的叠照,外观来看原厂贴膜尚未被撕掉,正面边框比较窄,整体设计上没有太大变化。 传称该机采用1.9GHz的8核处理器,配备3GB加32GB的存储组合,采用5.5英寸1080P显示屏,搭载前至800万后至1600万像素双摄像头,售价应该会低于300美元。 不过让小编吃惊的是,闲鱼上出现了同样的照片,还附赠了一张背面图,那么细心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同一只手吗? 美团和鄂勒马的市场争夺战可以说是从未休止,日前网上曝光了一段两家员工街头斗欧的视频,据说是鄂勒马30多名员工先去美团站点闹市的,之后双方多人扭打在一起,除了拳打脚踢还有人使用棍棒,再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。 小编表示暴力无法解决问题,希望大家都能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近几年,叫外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,在外卖热的背后其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。 据上海电视台报道,有的松餐箱即便使用了一年都从来没有进行过消毒,甚至和拖把抹布等容易自生细菌的物品放在一起。 此外,部分餐盒在存放高温食物时会释放有毒物质,饭盒中的矿物质和添加剂等会和食物中的水、醋、油等相互溶解,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、塞线系统病变等疾病。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,还是少点外卖吧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科技背报的全部内容了,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iger.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iger,科技资讯未接播报,我们明天再见咯。